本席还是非常的肯定跟支持 今天包括蒋乃欣委员跟蔡景龙委员共同提案 我们贵委员会也有徐少平委员 还有苏清群委员共同联署的关害防治法 这是一个领先性的法案 而且也是一个急迫需要的法案 基于两个原因 本席认为它是台湾目前已经形成问题 而具有急迫性需要解决 第一个台湾是一个住商混合区的社会 我们采用的是住商混合 所以我们跟譬如说纽约时代广场等等 这些国外的情况不一样 他们有非常大片的LED灯 甚至于是全面性的 在那里闪烁着光芒 完全没有禁止 那是因为商业区归商业区 那里是没有人居住的 可是台湾多的都是住商混合 你一楼可能是店面的时候 二三四楼以上 其实它都是住家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光芒对于居住安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二点就是LED灯的技术 目前和过去的灯具 有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而又是台湾目前大量的在引用 在推广的一个使用的灯具 LED灯部长 署长你知不知道 它最多可以有多少色彩 最多可以有256种色彩 我们过去所习惯的霓虹灯 它的那些色彩 无论是在频率 在彩度 在灰度 在彩色的种类 也就是说 它不是像LED灯一样 是属于高频 高彩 高灰的一种灯具 现在的灯具 已经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光害所造成的影响 刚刚很多委员也讲 除了居住的安妮以外 甚至也还有行车安全的问题 所以这种急迫性 本席是觉得说 署长实在是嫌太保守了 当立法院有案出来的时候 其实各行政部门 多半都会准备对案 因为你们行政部门 有你们行政部门 更广泛的专业 还有行政部门 有它相关联 共同需要联动的 其他法案的一个 整体考量的能力 所以如果说 我们委员已经有提案的东西 而且我们认为 有急迫性要推动的东西 你们是要提出对案的 然后结果没有提出对案 希望我们不要推动 然后一骂的时候 你就说乐观其成 那你的责任到哪里去了 书长 我们有在放到我们的 环境整洁美化治愿法 那我们今天怎么办 本席是认为 这个查案要让他过的 本席光一看 我就觉得如果今天我是 环保署的署长 我看到这样的草案 至少我还没有很多时间 就刚刚坐在那里看到到现在 我就发现有两样东西 是你们对案竟然要处理的 因为在现有的案子里面 现在没有处理两样东西 一个呢是缓冲期有没有 因为这里的光源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建筑物的玻璃 等等这些材质的东西 所以呢反射物 对于光的这个反射造成 这个光光害的这种反射物 都还是在法律范围的时候 那有没有缓冲期 我们有没有要让现行 已经形成光害的光源 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让他们去改善 所以第一个 缓冲期要不要啊 你们看 因为现在法令里头没有嘛 这个查案里面没有嘛 要不要 你们要去关照这些事啊 第二个就是说 你即使过了缓冲期 有一些整个 我就看那个 你们台北那个什么 好像是光复北路 还是复兴北路 那个圆环 就那个大片大片 那个玻璃帷幕 由于它做的是拱形 是半圆形的玻璃帷幕的 那个整片大楼 光是那个太阳照射的 那个刺眼的程度 在白天就就很严重了 那晚上会怎样不知道 那像这一种 你即使给它缓冲期 有没有那种 你即使给它缓冲期 它也没有办法彻底改善的 这种怎么办 怎么办 你要怎样专案 辅导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排除它适用 还是怎样 都没有耶 署长有点失职啦 所以现在本席这样建议 因为今天在这里 其实我们所有的委员 是有高度的共识 要让这个关害防治法的草案 出委员会嘛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 本席教你 你在草野协商的这段期间 赶快把你们的修正条案 在草野协商的时候 赶快送进来 这个做不做得到 然后我们在这个会期里面 让关害防治法出立法院 三读通过出立法院 所以本席在这里 我要很郑重的告诉你们 环保署所有的同仁 署长 关害防治法本席预测 很有可能在这个会期 会从立法院三读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的职责是非常重大的 你们的专业是不能够逃避的啦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同样的道理 本席所提的空气污染防治法 第三诗条之一 也是很奇怪啦 署长 你的报告我看了 实在是头大 既然你们已经表示 这确实是要纳入排除条款 所以你们也在这个管理办法里面 去考虑到气候因素 所造成怠速的必要性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们要纳入它的管理办法 你知道行政命令要经授权吗 所以现在在法律的条文里面 把它列入列举式的授权项目 让你们的管理办法 更符合依法行政的基本法理 其实这种立法本席在推 都有点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实在是太小的案 好 连这样子让你已经在做的 行政命令 缺乏授权 去补足你的授权文字 你都说不必了 因为我们用行政命令 执行起来就很顺利 可以不必修法 这个是对整个 依法行政原则的一个误解啦 署长 我想这点是大院考量的 因为我们认为在办法 已经授权足够 可以来定了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母法 我刚刚已经讲了母法没有授权气候条件 大家因为说授权不足要去定 我们都尊重 因为因为母法的条款是列举式的 那列举的法律条文就有那种不列举变成刻意不列举 所以现有的现有的法律 他刻意不列举气候因素的时候 你把气候因素排除 将来就会有宪法争议嘛 那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事情 你们也要反对的时候 我不太知道那个反对的心态啦 好不好 我们不是反对 我们是做了 我们是说就要我们做了 是啦 就让他完成依法 所以不是反对 另外来 几个东西 本席是提示说署长 你还是要像关爱防治法这些事情所遇到的 在你的任内 你为国家做事任内 你到底要推动什么 还是要给自己一点历史定位 这几年下来 我看您的任内 除了修室内空气品质法跟环境教育法以外 其实没有为我们国家带来树立一个新的典章制度 去带动一个新的创新的领先式的一个制度 那这个对署长将来 如果离开这个职位的话 其实是蛮伤的 是蛮伤的 所以这一点是提醒 那么有几样东西 我也希望你们赶快下去考虑 第一个是 本席在处理人民陈寝案件的时候 常常会有噪音污染的部分 因为你噪音污染的标准那个分贝数就只有一种 你没有去区隔清晨跟夜晚空 我们的环境特别宁静的时期 清晨还有夜间是环境特别宁静时期 它的噪音污染的标准要重定了 那个时候很可能你的分贝数其实很低的时候已经达到严重的噪音 让他们没有办法有好的睡眠 我们标准有做区隔 清晨夜间 清晨跟夜间有区隔吗 不一样都不一样 有四个时代 那为什么会有很多陈寝案件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噪音是感觉性公害 因人差异非常大 所以即使付了标准还有很多人 差别有多大 差异性有没有出来 差异性很大 差异性很大 如果是在清晨跟夜间时候 我们差了多少分贝 我们大概有十个分贝 十个分贝不多 十个有没有 十个就是 十个太少了 十个很大 十个就是十倍的差别 十倍的差别 就是十倍的差别 这个我本期事后还会去再查证 如果你们有做这样是很好 那剩下就执法问题 另外就是有一件事情很急迫性 可能你们跟营件单位 要共同的去处理 将来马上会出来 因为现在我们的容积率的购买 容积率的移转 正在大量的风行 那个结果 尤其是我们的法令已经解套 你的容积率的转移 不必放在主要都市计划同一区内 你可以在非常 整个行政区 甚至于是 很大范围里面的去移动 所以就会造成说那种超高大楼 在住宅区很密集的 这个住宅大楼里面 去出现那种超高大楼 像我们高雄市的美术馆区 现在出现三十九层楼的超高大楼 它的左右周围 所有的光 光线都全部都被遮住了 那就是因为它去购买的容积 然后加起来 已经周边都是大楼的情况 所以这种光照权的问题 在台湾也是刻不容缓要去解决的 那我不管说它的权责在哪里 跟你们都有相关 过去是在建筑法规去顶 对没有 其他国家也是 但是本席是希望说 你们这种跨部会应该要处理的问题 你也要积极一点 好 谢谢 好 谢谢 本日